四月末的北京,已经有了初夏的感觉,空气随温度起伏微微巴烫,夜凉高照让景物看起来都像温出土的死牙般鲜活。 而当下的美剧市场,也与北京的天气一样,充满了生命力,必杀死衣服,及低恶灵,巴瑞等代表的口碑新剧,让我们再度看到了美剧在擅长的刻画,惊悚,口不提材的创新能力。 而西部世界,十女的故事,大拳,奥户之战,版生菜单等优质剧集的回归,也没有辜负众望,凭借不断升级剧情和场面,再次展现了美剧在制作层面的出色本空里,没什么比在假期内刷更适合了。 在五一劳冻结的第二天,校电军精心挑选了五部纯击首播刷,加五部众把回归剧,让我们在剧集中度过一个清凉的假日吧。 首播剧集一,杀死衣服。 BBC AMB RICA 主演《无杀者朱迪克莫类型》,紧索剧情首播时间,2018年4月8日剧情,一个生活无聊但又心火不息的安全局人员,在跟踪机器杀人案后,是要救出一个精神病女杀手。 二人开始了一场类似神经刀与飞天猫的追捕游戏,推进与猫术游戏的警探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尤其像孔雀的妙警陪探,已经深入人心。 在主角的搭配上,我们也看到太多猛蠢男配精明男的CP,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不过,是雪娇娃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个设定。 他贡献了一个性感女杀手,搭配逗趣女警探的双属组合,演员层面,舞着山延续了实习一身格类中,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承担了不少笑点,饰演女杀手的表现亮眼。 他曾在BBC爆款福斯特一山中,饰演凶大无脑的狐狸精,这次紧接有脑杀手,非常努力的调动各种细节,来刻画一个毫无情感的女人。 该剧由伦敦生活编剧直笔,对白周出示着生活中的小幽默,又加入了不少现实元素。 比如在第一集中,就探讨了女性遭遇在职场偏见的现象,不过,杀死衣服总归还是一部惊悚剧。 随剧情的深入,水星镜头会更普遍,导演聪明的地方在于,能用一种贴近生活的风闻去包裹惊悚,才更让人容易入戏,而不是一上来,就用各种专业术语和作作的表情。 告诉你,我们在拍戏,二级第二零MC主演,杰瑞对哈里索托比亚斯·门吉斯·赛伦希德,类型,恐怖首播时间。 2018年3月26日剧情,两艘皇家战舰在探险途中遇难,船被困在北冰洋中,自此,怪事贫乏,船员离开始出现幻觉,之后居然开始吃人,而更可怕的是,在这些诡异的世界背后,还有一双视线孔苦视眈眈的盯着船他们,推荐理由。 在行尸走上收率大跌后,AMC继续一部惊悚剧来接到,即地恶灵因此营运而生,与别的恐怖剧不同,即地恶灵,包含恶历史和探险两大元素。 历史,是指它有真实历史背景作一口。 1845年,英国海军肖像约翰·富兰克林带着128名船员,开着幽名号与惊恐号去探险,从此朝无音讯。 有消息说,全船员困于海上,突然开始吃人,最后无一人幸免,而探险。 一来是指前往未及的路中,如何应对突发情况,二来是指船员被困于海上之后,展开的一场关于存亡的生死较量。 剧中的恐怖元素,来自传人的幻觉和真实的恶灵,幻觉多与鬼神有关,而真实的恶灵则是视血猛兽。 对观众来说,该剧因此提供了双重的恐怖冲击,既可以看到心里惊悚的层层递进,又能看到血热模糊的身体撕裂。 该剧目前Lint评分8.4,唯一的缺点是节奏有点慢,AMC一次放出了10集,可以一保眼福。 3,巴瑞H的欧主演,比尔哈德尔斯蒂芬·鲁特·萨拉谷的《伯格威行》,喜剧惊悚首播,2018年3月25日剧情,海军陆战队巴瑞退役后成为一个廉价杀手,在去洛杉矶执行任务时,悟入一个表演班,从而激发了自己想成为演员的欲望。 推荐理由,HBO开春以来绝对的爆款剧,从剧情简介来看,就知道这剧有多么的荒诞,豆瓣王又更是戏称为杀手逐漠演艺圈,剧情将黑棒杀人,警察办案与表演科堂的搞笑场面交织在一起,演员们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经常给人出其不意的观感,该剧由比尔哈德尔自边自导自演, 可谓是全方位展示才华的一次绝佳机会,其实,比尔哈德尔早先在映在周六夜场秀的小方一角,被中国内地的观众熟知,节目中,他跟赛金花的友爱互动,一直令人影响深刻,现在,赛金花成了NBC的著名主持人,小方演出来单打独斗,招转了自己的定位。 4. 迷失太空 Netflix主演 马克思维尔詹金斯莫利帕克帕克波 戏类型 科幻首播 2018年4月13日剧情 不远的未来 罗宾逊一家迫降在外星球上 面临种种危险 他们只能绞尽脑汁求生 推荐理由 在推出毁誉参半的副本之后 Netflix还是需要一部科幻剧来挽救口碑 于是他们选择单拍了20世纪的一部经典剧集迷失太空 故事看似是一个类似荒岛求生的架构 自讲述人类的亲情之外 其实包含了虫洞穿越 人工智能 外星人等诸多科幻元素 从目前的外媒口碑来看 剧集中的亲情戏份备受诟病 但是打制作打造的场面 以及硬科幻的元素 还是值得肯定的 5. 相对宇宙Stars主演 J.K. 西蒙斯 奥利维亚 威廉姆斯 巴拉萨 李约克类型 科幻银颂首播 2017年12月10日剧情 J.K. 西蒙斯饰演了男主 在另一个是 界中是一个间谍狠角色 当上次带他跨界之后 印象不想到的事情 因此接踵而至 推荐理由 又是一部科幻剧 S.D.A.R.V. 这次延续了好栏物 屡是不少的平行宇宙题材 相信不少人也幻想过 如果在平行世界中 还有另外一个你在过着不同的生活 如果有人把你带到他的面前 你会做什么 你会相信如宾的积蓄各过各 还是眼红别人 试图侵占到人的身份 这种疑问 恰恰是剧集探讨的关键内容 由积蓄集六 西部世界第二季 HPU主演 艾恩·雷切尔姆德坦帝牛顿 詹姆斯麦斯登 首播 2018年4月22月剧情 第一季的故事 发生在一家主题公园内 在公园中的接待员 都是工人娱乐消遣的机器人 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编程中写好的故事 第一季主要聚焦接待员自我觉醒的过程 第二季 则聚焦他们觉醒之后的故事 推荐理由 西部世界的推出 是2017年美剧圈最轰动的事情之一 无论从剧作 演员 美术 摄影 音乐等等 该剧基本的无可交替 制作精良到要逼死其他对手的地步 第二季 在延续了精良的制作班底外 在故事内容上会更加暗黑 以爱文雷切尔武的饰演的女主威力 她主动切断了与人区的联系 拿起枪 站在反抗人类的束缚 而这也是本季所探讨的主题 觉醒后的机器人想成为什么 要的人 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世界和自己的身份 七 《识女的故事》第二季 呼噜主演 伊丽莎白莫斯阿利克西斯布莱德 《二乔丹娜·布莱克类型》 剧情科幻首播 2018年4月25日剧情 第一季讲述未来的男神社会中 许多女性沦为一栋的子宫 成为纯粹的生育工具的故事 聚焦了女主角熊如何与佳然分开 成为女服的过程 第二季 得着重讲述她为了争取自由 而付出的努力 推荐理由 《识女的故事》绝对是2017年美剧圈的一匹黑马 凭借金梁的制作 她一举拿下第75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 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 风投意识无量 由于第一季是有缘小说作文版的 实际的数量也已拍完书中的情节 第二季 是完全由编剧主控的故事 讲述了女主角熊为反抗男权世界 为争取和家庭团聚的机会 为了得到自由 所做出的多种多样的尝试 而她度众的孩子 也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为何而战 八大局第二季 FX主演 但是蒂文斯瑞秋开了 阿布瑞普拉扎类型科幻剧情首播 2018年4月3日剧情 第一季讲述X教授的儿子 大文所拥有的异能 他自小就被诊断为患有人格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 但人格分裂其实是他的超能力 且每一种人格都具备不同的超能力 如此不同的他 也因此成为了某组织的抓捕对象 在第二季中 他将继续探索自己心之中的黑暗面 以及搞清楚自己的人格特质 包括如何相信别人和自己 推荐理由 该剧的拍摄手法 几乎与主角的精神状态一致 没有任何套路可言 总是靠出其不意来取胜 每看一集都要消耗无数脑细胞 但其节奏 美术 剪辑 更构成了音效表现力 却又绝不输同类型的电影作品 是学观赏性技巧 9 奥古之战 第二季 CBS主演 克里斯汀巴伦斯基库时珍宝路斯 莱斯利首播 2018年3月4日剧情 作为奥古贤妻的衍生剧 奥古之战第一季 剧加了落魄的代案 如何在退休前机身黑人律所 发挥人约的故事 在过程中 另外两位新纪女律师维护正义 她内人权的经历也被一并带出 推荐理由 可以说 奥古之战 克化了当代独立 聪慧女性的群像 每一个经手的案子 都展现了主角的个人成长 以及当下美国政治的现状 第二季的内容 会更偏向政治内容多一些 比如唐氏片局 种族歧视 以及川普上台之后产生的一些矛盾 都成为了这一季的素材 三 真爱不死第二季 Netflix主演 蒂莫西奥利班特 德鲁巴里摩尔 利福修三类型 喜剧恐怖首播 2018年3月23日剧情 妻子一天突然变成了丧尸 需要支援而活 丈夫和女儿发现真相后 并没有去看而去 反而一起逛话呢 为母亲寻找猎物 而猎物的标准 则是社会上的人渣为主 于是在打猎的过程中 各种报效故事接踵而至 推荐理由 枉飞又一部放飞自我 打开脑洞的戏 第二季的剧情 依然为了母亲与家人一起打猎的过程 并在这期间 插科打混的讽刺了一些常见的社会现象 比如白人至上主义 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等 该剧绝对是调剂枯燥生活中的一技量 要笑看比谈笑百负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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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笑百负颠